終於可以飛出去了 沒錯你沒聽錯 放我飛了 我要去韓國 去韓國到底要吃什麼呢 沒關係不要怕 趁這次五天的連假 我跟家人一起來一趟說走就走的旅行 這次影片就是要帶你們陪我去韓國大吃大喝啦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的耶 大韓航空的飛機餐有辣式辣雞肉 火腿玉米沙拉還有蘋果拔辣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經濟艙的關係啊 我就覺得飛機餐真的吃不飽 而且辣醬很辣吃完我瘋狂跑廁所 不過喜歡韓式風味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只能說大韓航空 如果有商務艙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練我我就可以去做 剛下飛機路邊就是滿滿的櫻花 現在剛好是韓國的櫻花季 哇我真的是太幸運了 這個時間根本就是來對了 我完全一秒體會到韓劇裡面才會有的浪漫場景 耶到南國了超開心的 他們天氣非常的好 我覺得溫度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沒有台灣這麼的濕 然後地真的是非常的大喔 感覺很像是來到高雄的感覺 難怪有人說來釜山就跟高雄差不多 這次飯店我們住的是四星級的 釜山皇冠海港酒店啊 為什麼會挑它呢 就是因為它是偶像劇必娶女人的拍攝場景 有不少的外國遊客喔 然後出他們的大門10秒鐘 就能到公車站 兩分鐘到捷運站 交通真的是挺方便的 整體來說 飯店的裝潢走的是一個木質調 滿居家的 而且有淡淡的日式風格 標榜四星級的飯店水準來說啊 嗯我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感覺好像應該要的奢華一點點 好家在是住在22樓 拉開窗簾就是整個釜山的城市街景 我只能說採光我有愛 好現在準備要去吃在韓國的第一餐 非常的一日韓國人系列 我覺得這邊的男生普遍會打扮 但韓國人很愛求人是真的 在韓國搭公車呢 其實不能說跟台北不像啊 因為那叫做一模一樣 但畢竟是出國啦 我覺得光上車的旅客是韓國人 整體的感受就是很不一樣 在韓國的第一餐啊 我們吃的是釜山知名景點 南普洞首爾元祖人生雞湯 欸拜託有吃過這一家的人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的第一印象啊 就是很像台灣的藥膳雞湯店 一查才知道 欸原來是開了六十幾年的老店欸 結果第一餐沒有吃烤肉 我們來喝了每次韓劇都心心念念的 超厲害 姐姐們做的所謂的Q肉菜 整隻春雞下去燉的人生雞湯 人生味道很溫潤 不敢吃人生的人也能喝 喝起來是淡淡的清甜味 結果發現一件特別的事喔 那個春季剖開來之後 裡面竟然有粥欸 它飯啊是藏在這個雞肉裡面的 糯米燉煮成雞的口感 吸收了雞肉人生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濃郁 加上那個栗子紅棗的甜味 還有淡淡的中藥材香 在韓國冷冷冬天裡面來上一碗 真的好滿足 國菜這個雞肉用看就知道 它應該是慢火燉煮的 輕輕一夾就能扒下來 肉質非常的嫩喔 它是人生的香氣啊 它是慢燉燉在那個肉裡面 所以每一口肉啊 很嫩很juicy之外 就會有一種在台灣吃不到的人生香氣 點一碗店裡面的雞本款 配上正宗的辣泡菜 還有甜甜的醃蒜非常開胃喔 不能說我特別愛他們家雞肉 處理得非常好 這種肥肥又嫩嫩的雞腿 就是我的最愛 好喜歡 大家好 新學了兩句韓語 吃飽喝足了 我們剛剛呢 吃那一件韓式的人生雞啊 大概點了四鍋吧 然後還有一盤的炸雞 才折合台幣兩千兩百多塊 然後再來什麼信用卡點數 回饋等等的 我覺得呢 當做韓國的第一餐 CP只算是蠻高的 來韓國壓力有點大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不太會穿搭的人 但我看到其實路上的男男女女 都很會穿搭 尤其是男生喔 我覺得韓國男生沒話講 真的是有在比拼質感的 所以呢 為了明天要去看銀花 決定趕快的製裝一下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那我們下次再見 那個阿祖 感谢观看